注意看这个女人 她正在厕所拉得兴起 突然一双大脚从下面伸了进来 女人立即警告她 这是女厕所 并要她赶紧滚开 没想到男人更加放肆了 她从门缝里往里偷看 女孩的咒骂让她兴奋地摇着门口 男人觉得这样不过瘾 她把鼻子靠近门缝使劲吸气 这味道很冲很上头 女孩吓死了 过了一会儿 男人离开了 女人连屁股都没擦 提上裤子就想离开这里 可是刚离开隔间 女人就这样被男人拖走 生死未卜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美和男友正开车出去游玩 一路上两人打情骂俏 情到浓时 两人就把车停在路边放松一下心情 还用录像机记录下两人的爱情纪录片 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我们就跳过这一段 两个人继续上路 路过一个休息站时 小美尿急 她来到厕所 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厕所里面残破不堪 马桶的污垢有几米厚 没办法 小美强人恶心上厕所 她脱下裤子蹲下来 发现厕所门上写了很多诡异的文字 还有一个神秘车牌号码 但是小美并没有在意 她上完厕所后发现 男友和车竟然都不见了 于是小美在附近寻找男友 可是走了很远都没有看到男友的声音 她想打电话求救 但是美国的手机信号 关键时刻是拉胯的 小美找到一个电话亭 却发现电话线被剪断了 但是小美发现旁边的公道栏里 贴满了失踪人口的信息 这不禁让她后背发凉 就在这时 一辆黄色皮卡车出现 一辆黄色卡车疯狂地吵女孩撞去 还好小美惊险地躲了过去 皮卡车一个飘移 司机从车里扔出一部手机 小美捡起一看 这不带血的手机正是男友的 此时小美发现车牌号码格外的眼熟 她急忙回到厕所 小美不仅发现了车牌号 还看到了很多求救信息 原来皮卡车司机 是这里的变态杀人狂 夜晚来临 小美找到了一个小木屋 她砸碎玻璃进入木屋 利用木屋中的无线电和佛伯乐取得了联系 终于得救了 于是小美想看的电视放松下心情 却发现电视正播放的小电影 定睛一看 这不是自己和男友拍的爱情纪录片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此时门口传来汽车引擎声 小美出门一看 正是男友的车 她坐上车查看情况 发现车内全是血迹 男友的小命应该不保了 小美害怕极了 她启动汽车 只想逃离这个鬼地方 但无论她怎么点火 车子都无法启动 突然皮卡车再次出现 并朝着小美撞了过来 危急时刻 小美打开了车门跳了下去 躲过了一劫 而后卡车司机又开车扬长而去 无处可去的小美 只能再次回到休息站 小美听到杂物间里传来的奇怪的声响 她撞着胆子前去查看 发现了一个被囚禁的女孩 她就是影片开头遇害的女孩 她告诉小美 自己被皮卡车司机关押 每天都要被她折磨 什么工具都往她身上实验 变着花样折磨她 突然女孩开始口吐鲜絮 喷泉一般从储藏室蔓延出来 小美赶紧去男友的车里找了根撬滚 准备把门撬开 可是当她回到厕所时 小美发现满地的血迹不见了 撬开门锁 发现女孩也消失了 这真是见鬼了 小美赶紧来公告栏 发现了女孩的照片 原来她已经失踪了三十年 小美彻底傻眼了 崩溃的小美四处打杂着 发泄着心中的恐惧 一名佛伯勒骑着她心爱的小摩托来到这里 小美看到了救星 她想要佛伯勒将皮卡司机抓起来 没想到皮卡车再次出现 而且把佛伯勒撞了个半死 司机当着两人的面 下车锁住佛伯勒心爱的小摩托 一路火花弹闪遍扬长而去 小美把重伤的佛伯勒拖进了卫生间 这时外面再度传来车声 那个皮卡车司机又回来了 不过她并没有直接闯入 而是用铁丝锁住了厕所的门 小美见外面没有声响后 撬开了门锁 然后将手伸出去 没想到司机并未离开 她死死抓住小美的手 这个女孩的手被男人死死抓住 男人张开小嘴 一口含住了女孩的手指 然后狠狠地咬了下去 硬生生将小美手指咬断 小美痛得死去活来 愤怒的小美拿起手枪 对着门连开竖枪 就在小美透过锁眼查看时 司机用刀捅开窗户 往里面扔进一个摄像机 小美打开一看 里面记录着男友被折磨的视频 紧接着司机开始往厕所灌汽油 准备活活烧死他们 佛伯乐知道自己跑不掉了 于是恳求小美杀掉自己 没办法 小美只好开枪结束了她的生命 与此同时 皮卡司机点燃了汽油 小美赶紧爬上了通风口 没想到回头一看 那个死去的佛伯乐消失了 见鬼了 最终小美爬上房顶 在倒炸中逃了出来 逃出来的小美知道 只要司机还活着 自己就没有办法逃离这里 于是小美埋伏在暗处 趁着司机不注意 从背后杀死了司机 但是没想到 被自己杀死的是 嘴巴被铁丝缝上的男友 小美崩溃了 她准备和司机拼个鱼死网破 她回到休息站取来的酒瓶和火柴 再把男友车里的汽油灌入酒瓶 自制了一个燃烧弹 等皮卡车出现的时候 小美点燃瓶子 朝着皮卡车扔了过去 大火瞬间点燃主油车 并发生了爆炸 小美走过去查看 却发现车上根本没有人 正当小美疑惑时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美失踪信息也被贴到了公道栏上 卫生间也因失火翻新了 一个黑妹来这里蹲坑 她隐约听见那个杂物间里有声音 黑妹叫来佛伯乐 查看后一无所获 而小美此时被关在一个 平常人看不到的地方 影片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评论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